父母加油帐,大家点个赞 我相信很多家庭都有 几乎每个晚上父母都会跟孩子讲圣经故事 今天我就多加几个tips可以怎样跟孩子讲故事 那么通常你讲的这些故事读了两三遍之后 这个孩子就熟了一些记忆了 所以我们可以在讲故事的时候有一些字 我们不要讲,我们就让他们来讲这个字 比如说David and Goliath 他们读到David and Goliath 他们有这个印象之后 我们就读着说David and 就由他们来讲Goliath 所以你一写的字慢慢的也是能够教导你的孩子 认识的,认识一些字 所以这个是第一方面 就是有些地方你让他空,让你孩子能够填上去 那第二呢,也可以去把一些故事能够演的话 你想想怎样让孩子参与演出来 比如我们记得在我孩子小说跟他们讲这个挪亚的故事的时候 就要下雨的时候,就叫孩子坐在那边 然后我就很大声的,这个打雷的声音 他们就在那里很怕很怕 然后那个水下来的时候 雨下来的时候,慢慢那个船就开始摇了 我就叫他们坐在那边摇来摇去 所以让孩子一起参与在整个故事里面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所以我们教会呢,就亲子崇拜有做过这个David and Goliath 我们做父母就可以放那个Goliath 那孩子就成了David 所以做一些可能用报纸做一些Goliath的衣服啊 然后David怎样用一些小纸团啊 然后丢你啊,这些的东西啊 所以让孩子一起参与,这是第二部分 那第三呢,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比较长大了 七岁到十一岁呢 你可以在读完故事,或者叫他们读故事之后呢 可以问他们一些的问题 所以我们通常叫这个叫做5W1H 你可以问他们 这个故事讲到谁啊 而且是在哪里发生的事情啊 那么这个故事里面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啊 所以这些的问题,你们都可以问啊 而且是他做的好的地方是在那里 有些地方是我们不要学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些问题都可以问 来帮助他们更加的了解这个圣灵的故事 所以让我们继续努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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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